歡迎光臨 韋汝妳出道也快十年了 對 將近十年了 以前交男朋友 跟現在妳進影劇演藝圈 快十年了 妳交男朋友的標準或是看法 看男生的眼光 會不會有變 沒有變 因為其實我曾經以前 就是也有交過 騎摩車的男朋友 以前是多久 高中的時候的話 我們也都有過 也沒有 那時候其實入行 那時候已經入行 但是還沒有 真正還沒有開始 但是那個男生呢 他是在這一行的 是這一圈的人 是檯面上的藝人 對 還在檯面上 很勉強 因為他是拍戲的 以前拍戲的時候 可能你拍了一部戲 可能存了二三十萬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下一部戲在哪裡 或者是你下一部戲 可能要幾個月後 因為他平常也沒有出來 上什麼通告或什麼 所以他本來就還滿吃驚的 他又出去的時候 又還滿海派的 就喜歡跟朋友出去 他哪來的錢 海派 所以他就是E卡 用卡 洋卡 對不對 E卡 洋卡 對 妳是真愛 跟他交往之後 我才發現說 原來他的負債 就還滿嚴重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應該是不是要先跟我媽 借一點錢 然後加他一點點的存款 然後去趕快把這些東西 你還跟媽媽借錢 來幫男朋友還錢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媽媽借了幾萬塊 妳有借嗎 借多少錢 我幾萬塊而已 因為我這一檔事我也忘了 他臨時在問我的時候 我真的借不出來 等一下 薇如 妳交一個男朋友 連幾萬塊都還不出來 對 那時候大概六 七萬吧 但是那時候是因為 他還有加上他自己的身上 一點點錢 我就說那妳就趕快 因為我就幫他理財 我說妳乾脆要先把那個咖啡 沒有人 沒有財的人 妳就不要去替他理財 妳自己找什麼麻煩 越理越張 媽媽 我覺得妳很有做到 新媽陰莖的責任 真的 妳最早的應該早就奧掉了 還好女兒去跟他交往 而且還自己掏腰包 人家是跟我女兒吃個飯 你兩千萬先會 竟然妳是七萬塊 我借給妳 妳後來那個男藝人紅嗎 紅的沒有 就是說沒有 我很少看 不會很紅 就不行了就對了 好啦 我是想說好在也是有跳出來 分的也好 因為我不喜歡他交 也一千的男孩子 不穩定對不對 不穩定 他有交過幾個演藝圈的男孩子 不好說 沒有吧 把他不好說 沒有 只有剛剛那個跟你借錢的 兩個 三個 卡在借錢機車男 對 像我妳知道的 好像不只那個機車男 反正這不是重點 然後最後真的是還劈腿 他還劈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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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劈腿那女生更有錢 對 所以後來就覺得 還是就是有一個經濟能力的基礎在這樣 等一下經濟能力 這四個字妳可不可以講清楚 多大的經濟能力 是夠的經濟能力 妳的標準 經濟能力就是有穩定的薪水 固定薪水 大概就是十萬左右 是多少 對 是不是十萬夠不夠 我個人的話是可以 十萬 十萬 因為她老公十萬養妳一個 其他的錢在數 妳個人可以是十萬養妳剛好 對啊 十萬養妳一個 那講清楚了 所以大家都 不會啦 十萬都在聽 不用到十萬 其實養我不到十萬 可是對他們年輕人來講的話 我是一直鼓勵我女兒說 說妳要自己 盡量自己去賺錢 不要說以後依靠男人 可是媽媽她拍 不管是拍什麼拍戲好了 上節目這些通告 那都小錢一點點 很辛苦 不如就找個有錢人 像維如這麼漂亮 如果說有人想要照顧她 那媽媽願不願意 妳說的照顧是包養的意思嗎 類似 因為圈內很流行這樣 其實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被包養 沒有 她連妳都包養 妳自己包了 好不好 要不要 要不要 其實我還不自己視力的這樣子 沒有 我就青春一過 所以妳是絕不能接受 還是完全不能 不能 想好再說 想好 要真的想清楚 對 如果連我包上去的話 想一下 想一下 妳怎麼看 維如妳可不可以 如果連媽媽一起照顧 妳真的可以輕鬆很多 妳可不可以 考慮一下 我覺得是不錯 真的 不行 妳想看看而已 我也是想 媽媽現在已經當成說OK了 要看對方的家事 我不會說要求妳要給我什麼 我只會跟她講 妳喔 因為她小的時候就跟她講 妳要孝順阿公阿嬤 因為我爸爸媽媽還在 我爸爸媽媽對她有照顧 軟性的重擔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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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會提醒她 她很難交男朋友 不是 我也提醒她 妳知道嗎 很多前面想追求的男生 一聽 原來不是只有妳媽媽 這不就讓回剛剛那位主持人了嗎 我們家如果要出國 可能是我跟我媽媽跟我阿公阿嬤 每個人都到年期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一次講講 妳知道嗎 不過呢 老師剛剛聽到說 維如媽媽對維如有很多的期待 期許也有一點這個洗腦要成功了 什麼樣的母親的面相 她一定會要想干涉嗎 還是一定會相當成癒的 掌控 掌控女兒的生活或是生命 這個很簡單 就從子女宮來看就可以了 子女宮位在哪裡 就位在這個眼睛的位置 眼睛的地方 只要眼睛有出現所謂的雙凹 雙凹就是上凹下凹 上凹就是什麼 這個眼皮的地方 也就是眉毛跟上眼唇 這個中間這塊眼皮這個地方 是凹進去的 就是所謂的眼窩嗎 對眼窩這個地方 身凹進去的 這個叫上凹 下凹呢 下凹就是這個下眼唇 我們稱為叫肋膛 肋膛就是眼淚流下來 會集中的那個位置叫肋膛 也就是下眼唇 也就是臥蠶的下面 臥蠶 這個地方也凹進去 只要是眼睛有雙凹的 基本上這樣的面相的人 他對兒女的控制力是極度強到極點 你說只要有一凹 還是兩個凹都有 兩凹 如果是有一凹的話那就減半 如果是雙凹的話 那就是百分百 對 譬如說會控制兒女 以後要練什麼學校 選什麼科系 然後出了社會之後談戀愛 戀愛要選什麼對象 然後戀愛可能也要經過 他嚴格把關看過 條件開出來 然後結婚的時候 什麼能夠結婚什麼不能結婚 結婚的條件又什麼 從頭到尾一定是要完全掌控的 那麼就是這種狂凹型的 等一下 剛剛年杰有講 他如果是新貓一定很難搞 你看看他再看一看 維如媽媽哪個比較像 我起來都會比較難搞一點 這個維如的媽媽比較好搞 真的 兩個比起來 真的 因為維如的媽媽 這個眼皮她沒有出現雙凹 對 所以其實對女兒只是一種 不希望她受苦 當女兒堅持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她可能很難去左右 其實在演藝圈 這口飯要吃起來不容易 尤其是如果說 女兒已經熬成了像天后級的話 我覺得新媽要把關 這個真的是還滿理所當然 只是說條件的多寡 你涉入的程度 但是這個心態應該是很正常的吧 這個以下的故事 賴媽媽真的要聽一下 70年代巨星怎麼培養出來的 媽媽是 新媽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我們講一個成功的例子 就是珍珍 她的媽媽也很 我們講 因為珍珍的媽媽 當時珍珍 因為珍珍家裡非常有錢 她家是一個溫室 她出來是溫室中的一朵嬌嫩的花 因為她爸爸是外交官 家裡非常富裕的 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珍珍那個年代沒有經紀人 所以珍珍15歲進國聯拍戲 所有談片約 看劇本 片酬 然後這個宣傳 都是新媽一手打理 一手微臥運酬 我們先講新媽對錢的概念 我就舉另外一個例子 珍珍跟林青霞 兩個媽媽對錢的概念 那個時候拍片 當然收現金對不對 也有人開支票 你知道林媽媽都怎麼樣嗎 因為林媽山東人 林媽就說 就跟片商講說 我跟你講 我們家都是安安 本本分分的 沒有玩過支票 要請問我們家青霞拍戲 一定要現金拿過來 所以你知道林霞家以前怎麼樣 他們家以前有個鐵門 很多片商都拿一個007的皮箱 裡面裝了大概幾百萬 先塞到 因為這個片商林媽媽不認識 先塞進去 先檢查一下 現金有了 我們再來談戲 林媽媽是這樣子 那珍媽媽呢 珍媽媽因為家裡比較有錢 所以珍媽媽對錢 她在這方面她覺得 因為珍媽媽的個性 是比較雞雞喳喳的 別人說珍媽媽 其實她是刀子對豆腐心 她的雞雞喳喳對女兒 她也不會對外面 所以有人如果要拿支票給她 她說好啦 那支票我們也收 所以收到拔蠟票 她就自己認了 這個是工作 可是對感情的珍媽 就沒有這麼的簡單 你知道當年我們都知道 其實當時謝賢 謝賢跟珍珍談六年戀愛 謝賢當時已經導演了 那你看劉家昌 當時劉家昌 其實最早劉家昌要追珍珍 可是怎麼樣被珍媽擋掉 因為劉家昌她最早是一個 韓國那邊 中韓那邊邊邊境過來的一個窮小子 她從韓國出來 她的錢是什麼錢 她帶了一包韓國的魷魚乾 那魷魚乾很貴 賣掉低桶金三千塊台幣 那她住哪裡 她當時那個窮小子來寫歌 她住在現在西門町那個 尤尼庫隆的旗艦店 以前叫萬國 萬國戲院 萬國旅社 劉家昌以前住在萬國裡面 抱了那個三千塊的魷魚乾 還沒有賣的時候就抱著睡覺 因為那是她第一桶金 我跟你講她每次 因為她當時就很喜歡珍珍 她就去珍珍家玩 可是你知道珍媽 珍媽一看 珍媽家裡就這麼好了 你這個韓國來的窮小子 妳是怎樣 韓國來的一個窮小子 身上就那一桶魷魚乾 怎麼進得了珍珍家 去玩嘛 一請而玩 那謝賢妳在追囉 我跟你講珍媽就怎麼樣 珍媽就有意無意的 就給劉花昌講說 來來來 看照片 這是謝賢在香港的遊艇 看到很漂亮 這個是我們謝賢 託人從帶來的貂皮大衣 就是她這樣子講過幾次之後 我們劉花昌就 那個壓力也很大 就知難而退 就打退堂鼓 整個都涼掉了 好 我跟你講 即使這樣子 珍媽對謝賢 有沒有這麼的放心 還是沒有 你看這邊有一張就是 你圖書館的照片又出來了 對 珍媽 珍珍 還有這個謝賢 我剛剛講 謝賢已經這麼有錢了 是導演 有電影公司了 但珍媽對她還是不放心 她就認為說 因為媽媽保護女兒 認為這個男生是不是花心 而且在香港 講廣東話 我女兒怎麼嫁過去呢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珍媽是反對她們結婚的 你知道謝賢她怎麼樣嗎 謝賢後來不是賭博出師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 謝賢一生中最大的一場賭局 是賭珍珍 跟誰賭呢 就跟珍媽賭 所以我們來說哈一盤 今天如果珍媽妳贏了 珍珍就還是跟妳住在一起 但是我贏了 珍珍就跟我了 可是妳知道嗎 珍珍當時 因為謝賢這場賭局 玩了幾年 六年 謝賢追她追了六年 她們最後是在香港註冊結婚 沒有讓家裡知道 我跟妳講 珍媽一聽到頭皮發麻 快差點腦中風 私奔是一樣的意思嗎 可是因為女兒喜歡她 而且坦白講 在這麼多追求者中 謝賢當時是電影公司老闆 謝氏電影公司 又是大導演 香港也有豪宅 也有遊艇 所以女兒去嫁過去 所以妳看從真正的例子 妳就知道說其實即使 家境已經這麼好了 媽媽還要這麼地 亦步亦趨 還要這麼地去 為女兒想很多很多事情 對不對 有沒有在反省 希望 年輕的女生都愛那個財 財氣的財 貧華的財 平心寶貝 侯佩晨小姐 其實她也是愛財 傳出來 因為連聖文展開 非常非常熱烈的追求 但是隔了一個過年 就被拍到這個畫面了 後來跟周杰倫這一段 林岳雲是沒有跟周杰倫 真的正式這樣談過話 練過面 吃過飯 但是後來侯佩晨自己 寫書的時候有寫到 說跟周董那一段 她其實真的有